在中期选举广告中 很难找到传统女性的身影 我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说话也像飞行员 许多女性候选人 比如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 马莎·麦克萨利都是退伍老兵 他们渴望展示自己的战争伤痕 民主党人和前空军飞行员赫加尔 展示他驾驶的被塔利班击落的直升飞机的一部分 这是那天我所驾驶的那架飞机唯一剩下的东西 这段视频由百老货音乐剧汉密尔顿的演员林曼努尔·米兰达 在推特上发布后收获了近600万的点击量 12岁时我就知道我长大成人后应该做什么 专家说目前的政治气候促使许多非传统的女性候选人 在今年竞选公职 即使我们没有看到女退伍军人竞选 你也可以看到拥有独特技能的人 比如民主党人沙利斯·戴维兹 她是一名女同性恋 印迪安人也是综合格斗选手 事实是我一生都在战斗 一个利用母亲角色的民主党候选人 是维吉尼亚州的詹尼弗·威克斯顿 她是一名检察官 广告里展现的是她先后用小型货车和SUV接送她的孩子 我想人们可能会说 你只是个母亲 或者你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坦率地说 根据我在我们社区里看到的所有在职妈妈的情况 我们非常坚强 我们能够同时处理好多项的任务 我们会审视自我把事情做好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 利亚·吴米尔强调她全力支持第二修正案 她的手边放了一把手枪 我想传达的信息是 我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 我不会被吓到 我支持第二修正案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候选人凯·雅维 也支持第二修正案 候选人相信竞选广告展示了她们的实力 但双重标准迫使女性更加关注时机和变化 你必须小心你的语气和说话方式 在另一些广告中 女性的角色得到进一步发挥 她们在广告中以母乳喂养婴儿 但这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赢得初选 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 有237名女性参选众议员 23名女性竞选参议员 16名女性竞选州长 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且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女性候选人 美国之音普雷苏蒂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华盛顿报道